我不要让比分给你 你打多滑溜我不管 这个比分不能有出现这个问题 那现在这一下 穆亚也冲破了他的心理房间 但是他落到了一个低点 这时两个人就不在一个层次上进行对拼了 就是我们讲 为什么费德勒跟纳达尔比赛 为什么那么激烈那么紧张 那就是因为纳达尔能够不停的给费德勒这种 胶着这种 比分总是这个相持的局面 比分永远是相持 你稍有一点点松懈 他就反过来 所以那样的话 费德勒是最不喜欢这样的对手 接下来将是第二盘的第六局 穆亚的发酵局 看看通过局间的休息之后 穆亚能不能做出一些相对的调整 你看他这个调整的速度快不快 然后按照这个经验程度来讲 应该穆亚调整的快一些 至少先要把自己的主动之物降下来 主动的放一记往前的小球 你看费德勒现在这个状态比较沉静了 刚有一阵子发球没有落位 包括打十球以后 那很发火的这种抽球 砸球的动作现在已经没有了 回到了我们一个比较熟悉的费德勒 但是利用正开 左右的变线的底线 用宽度来调度穆亚 穆亚一旦是让他在大范围的奔跑当中击球 所以他的回球质量确实是有所下降 而且现在一看了这个比赛已经打了15局了 穆亚的这个体力也多多少少是有问题 看这个焊处的也比较多 然后这个跑动的距离也比较大 主动失误多 这个是体力下降的一个反照 只要能移动不到位 这一根据失误就会多 主动失误这个东西呢 一开始比赛一开始的时候 多是受心理影响 因为职业球员他不可能出现 一上来就说我没练好这项技术 我一上来记着也不是这样的 但是到后半场呢 可能会有这个心理技术 心理和体力同时这个变化 然木耀还这点不错 发球一定要冲得很一点 才能保证自己的发球局 不要被对手咬得过死 因为要打起回合来对自己也是不利的 发球能占到一点便宜就占一点便宜 解发球直接上网 漂亮的小高球 对这个弧线选择的非常漂亮 占在了底线上 费得了反拍的高压 但是没有打到这个球 我这是最经典的那个发球上 接发球以后上网的这个策略 就是因为它太经典 被几十年来人们研究透彻了 像木耀这样的球员 已经成为一种本能了 你如果接发球切球随球上网 我就直接这种挑高球 基本上都是这种一种打法 理智不错 你可能我打别的挑高球 我会心里有一个影响 打这种挑高球没任何眼神 手道行来 我闭着眼睛就能把球挑高球 所以这也是这个底线型这个打法 在七十年代末 能够迅速上升 他们给这个网谈注入了一些新的元素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发球上网 和接发球上网 纯上网站是为什么逐渐的淡出我们这世界 到现在基本都成化石那种打法 莫雅发球局战线 上网还施压 对不停的施压 对莫雅来说 他就必须要在这个时候 对手不停的这个要施压的一个势头起来 说要把自己的发球发好 一发的成功率发出来 现在莫雅的发球是非常重要 那么费德勒在接二发时进攻就那么强 那莫雅的一发就会受一定的压力 他知道我必须要把一发发好 我必须要把一发发中 我必须要把落点什么角度旋转 全要做得最好 好起来了 有机会 好球 好球 一旦是让莫雅的底线调动起来 那么开之后 他们费德勒就有机会 我们已经能感觉到 这场上这个气势 现在已经像对户的这边比较倾斜了 已经扭转过来了 已经轻随过来 好的 还好有发球啊 必须要有这个发球 必须要有发球 要不然对手在你这个发球局会咬死你 磨雅脑子非常清楚 好球 我们这一分还是依靠自己出色的外角发球 就像在这个篮球比赛里 关键的时候 什么取分方式最稳定 要力保的就是发球 发球跟这个网球的发球一样 对手不会干扰你 你自己去投篮 你自己去发球 如果你能把这个 直接能够取得这个分 你要取得不了 或者优势占不了的话 在网球里 那可能你就危险了 因为对手逼得你痕迹 二发 贼德勒防守的很顽强 机会 没有出界 可惜 贼德勒上网之后选择了直线 反派一推 他这个直线选择倒是对 就是推的这个力量有问题 速度没有推起来 再看一下 看这个机会 看这球是不是落地以后有问题 太低了 低于球网 没有办法 而且又被磨雅提前预判到 很难发力 对 刚刚磨雅很有运气 这个球是压在了边线上 没错 有惊无险 过局分上费德勒依然是4比2领先 应该是对他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给摩尔来说应该在这一局重新把自己这个粘啊 咬啊 这种功力一定要发挥出来 不能让费德勒很痛快的把这局拿下来 自己也是大喊了一声 如果上一局他破发成功了 现在他都不会喊 对 即使失误也没关系 一喊 约略是不是就又有想法 好球 漂亮 稳定心态的一个球 那一角Ace 其实跟莫亚的那个 这个需求完全一样 从发球就开始不给对手机会 只不过费德勒呢 有一个一脉相成的一个打法 就是他现在就是这个犀利 好球 好像滑了一下 这个球应该说莫亚的接发球做的非常出色 这个就是运气了 为什么我们都不喜欢运气呢 就是因为比分如果是胶着的情况下 你的胜负将会被运气主宰 这个就很危险 这个球是出界了 通过回放 判断还是比较准确 将将出了边线 先从多拍相识之后 死死地咬住了费德勒的反拍 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渴望看精彩的比赛 什么是精彩的比赛 精彩的比赛 为什么就是多是一种胶着的比分 因为每一份都有偶然因素来决定这一份的归属 或者有球员的强大的意志 和高超的安排 一直在渴望有比赛的悬念 对 有悬念才精彩 现在我们看看这个比赛比较有悬念 两个球员